工作往常 好了 没关系吧 世事多变 没想到你与往常的关系 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可不是吗 这段时间 我好像做了一场好长的梦 突然醒来 才发现一切都变了 变得 连我是谁都分不清楚 阿玛 我这趟离京 遇到了兰姨 兰姨她死了 她临走以前 跟我说了一项惊人的命运 兰姨她说了什么 她说 我并非富家本孙 而是阿玛在十多年前 从南明皇宫往回来养的 怕我不说 没有这件事 可她兴师淡淡 半年也不像是假 兰姨的前身 是南明皇后的妹妹 她亲眼看见 阿玛从一位将领手中接过 带回军营 带回北京抚养 兵一堂 阿玛在王府后院立了祠堂 里面供奉的 是不是舍身救我的将军 哪有这种事 哪是她一个人在胡说八道 胡乱编 她一定是疯了 只有疯的人 才会杜乱这种事情 你千万不要相信 你千万不要相信她 玉儿 你听着 你永远都是我们父家的女儿 阿玛或 你额娘 还有你哥哥 我们不惜牺牲圣奴 来疼爱你 所以 你不要再去听那些话 好不好 皇上要立父怀玉为妃 这是你打打听来的 宫里下人口耳相传 加上皇上又慎重其事 招父亲王命伤 我想这事 绝对错不了 皇上 小二哥都不足愿 他竟急着要立妃 娘娘 其实 让父怀玉当上皇妃 也没什么了不起 再怎么说 她还是爱你一结 不行 皇上是我一个人的 无缘如何 我都不能让她入院以偿 她想要当王妃 再下辈子 德哥 我实在不懂 你为何非得 赶快搬离这儿不可呢 我伤好了 难道还要赖在皇上身边不走 可是 我们住在这儿比较安全呢 之前 是皇后出现继续想要害你 现在 就可以见你公主 也都不谅解你 还差点亲手杀了你 你难道不担心 你说什么 公主 皇上要我别跟你提 走了我又说掉了嘴 到底什么事 快说公主 你就当初没听见 不行吗 快说 公主怀疑 哥哥怀疼是儿肥的孩子 不等求证 就想杀哥哥心恨 还好试试皇上及时救你 还好试试皇上 你找我什么事儿了 真过慢的耶 这样怎么升官啊 升官 对呀 这个升官立大功能好机会 黄后生讲阿克的事 你知道的 这 别中帅 知道是知道 是这种事 你随便说吗 不到皇上的院前 还有什么不能讲的 什么 你要去逼奔皇上了 没错 哥哥不说 我们说 说就说 你有意思的说 说死那个女魔头 你没事吧 这东西这么小一点 能起什么作用啊 鬼皇后 您可别小看这玩意 她身负其毒 如果一不小心被她咬着了 就立刻身亡了 这么厉害 这也是苗疆 金洞达内的滋补胜命 不过御膳房里的众师傅 不敢处理 这东西留下 你下去吧 你要推我 不要推我 什么啦 你能救我 我看 我还是不要去好了 哎呀 哎哎哎哎 你信不信 我丢掉你了 都你借往上 别救别救 我去就是了嘛 走 你 你们俩在干什么 你们俩在干什么 拉拉车车 车快提红啊 祖公公 皇上先生有没有空啊 在什么 我和小顺子有天大的秘密 要奏名皇上 你是哪个冲啊 奏名皇上 你跟我说 我奏名皇上 哎呦 那不成呀 嗯 知识 知识体大 清廉甚广 呃 我会套命 呃不 为了 慎重庆见的 我必须要贴着皇上耳朵 才 你装死 贴着皇上耳朵 你是哪根都哪根算的 啊 你别以为皇上宠爱的玉哥哥 你就可以积喘升天 无中无人了 不配就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